东南亚首支登山队成功登上珠峰 登顶不登顶 是次要 文明初始之期 人类为了生存 启动了探险精神 开辟了新天地 在今时今日 科学昌明 科技发达的年代 一位探险家 又可以带给我们 怎样的收获和启发呢 1998年5月25日 在经过艰辛漫长的筹备与策划 两名新加坡登山员 成功登上世界最高峰 珠穆朗玛峰 让新加坡国旗 在世界的背景上飘摇 1998年 登珠峰到现在 也将近二十年了 大家对于运动或者是一些非传统职业的观念有改变 这二十年之内已经改变很多了 我看得很清楚 各种极限 每年攀登七到八座高峰 其实你过了今年就53岁了 你觉得你还有多少的可以走得动 可以跑得动的年份在那里 我也没去多想这个 只要身体健康 还是对这个登山有兴趣 还是会继续做 因为山也是很多种 你知道比如说最极限的最高是八千多米 可能再多几年八千多米是比较难了 然后就登比较矮的了 七千多米啊六千多米啊 登山或者是挑战极限不是一直在寻求突破吗 对 但是当你年纪大了 你要越来越把自己的目标降得越来越低 这种感受是冲突的 我觉得如果能够登一座 你没登过的山就是一种突破啦 登山不只是登到顶这个目标嘛 因为你比如说去一个新的国家 对不对 然后去看一下他们的文化 接触一些人 然后交一些朋友 登山的朋友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好的一种交流 所以最主要是安全 能够回来 没事 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再回去再尝试 对不对 我登了这么多年的山 但也是有些朋友也是没回来 死掉了在山上出意外 所以我从这几个经验 去了解自己自己的这个限度 因为很多出事都是因为 有时候他们太冲动 你还记得是哪一次的这个出征行动 然后是在这个行动中失去队友 四年前吧 也是在西马拉雅山 登一座八千米 一个法国的朋友 他也是因为他已经生病了 别人牵他下来不下来 一直上一直上 然后就死在Camp 2 而且他一个人上 然后就下巴就上去 把他拉下来 十个人 拉一个人下来 然后去年 另外一个事就是 我也是登另外一座八千米 快到顶了 差大概一百米而已 前面一个下巴滑倒了 那个血沟是很长的 两公里 如果你一滑倒就是 没机会了 没命 他在前面修路修绳子 所以他不小心没有 没有把那个安全带扣住 每个亲眼看着他 这样滑下去 那种经验是 好受 登顶不登顶 是吃药 最重要是能够回来 安全回来 为了完成探险的梦想 邱瑞昭在2001年放弃了工作 并在2002年成为全世界第四名 亚洲第一位完成探险大满贯的健将 要集成大满贯 就得征服南北极和攀上七大洲的最高峰 但是你最大最难忘的一次的失败的经验是什么 最难忘可以说是北极 第一次去手指冻伤 三四个手指冻伤 然后装备也是搞错 不够温暖 那个睡袋 全部都是结冰 所以我行程开始了大概九天十天就出问题了 然后就越来越严重 手指 然后就决定撤回 那次失败是相当大的一个失败 因为有很大的赞助商 而且媒体都在报告 每个都 因为那时候我刚完成这个南极 然后第二个就是北极 所以大家都是在希望能够把南极北极做完这样 失败 那种感觉是不好受 不过那时候我已经很清楚地知道 我一定要回去把这个完成 也是我自己的梦想 对 所以别人怎么说不要激励他们 很多人站出来也有不同的声音 就想说邱会遭做这种事情 就是为了满足他个人的这种虚荣心 那这种言论那时候你是怎样去看待的 最主要的是你要确定你自己的方向 你要确定你自己 你要知道为什么你要走这条路 对不对 所以我反省了很久 就是说主要原因就是 第一 是我的爱好 是我的梦想 第二 趁机会 年轻的时候 如果你现在不做 你老了就后悔 那就太迟了 对不对 所以就是抓紧这两个主要原因 那我就这样走下去 除了是一名全职登山领队 在邱瑞昭 偶尔也会当激励讲师 分享登山经验所带给他的启发 十年前要辞去我IT的工作那时候 如果我一直在想 探险人家到底是做什么 没有一定的收入 然后前面的路是怎么样走 我都没有这种答案 对不对 找不到答案 因为当时派人家没有人能告诉我 对不对 如果我一直在想这种问题 不敢走出去 到今天来说 我根本就没有这条路 做人一定要 take risk 那种很重要 这个是我从登山上学到的 爬过了那么多座山 让邱瑞昭对大自然的威力 升起了无比敬畏 他体会到 虽然每一次登山的终极目标是登顶 但是每一个经历所带来的学习 才是登山的最大收获 下跌很快 下跌很慢 下跌很慢 你觉得现在的你跟你年轻时候的 你的最大的差别是什么 可能是比较有耐心 很多因素都是我不能控制的 所以要了解这些 然后要有 我认为是离开 我认为是离开 我觉得很重要 你接下来有怎样的计划 想以后去沙漠 去去沙漠 去去去很错这个沙哈拉沙漠 然后就是 做这个木舟过那个海洋 即使可能遭遇不测 一位探险家还是会武装自己 按照计划勇往直前 在生活中 我们又何尝不用这种态度 来迎接生命中的每一次挑战呢 我们来到了节目的最后一集 13集的每一位封面人物 都不另与我们分享 他们宝贵的生命故事 节目制作团队由衷地感谢他们 并谢谢你的观看与支持 你可浏览以下链接 收看封面人物全系列 也欢迎继续关注早报道SG 我是燕智 我们下一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